只像烟雨的海上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慈悲哥的《昨日的世界》第91条 所以奇迹变成了现实 这个能源被切断 工厂 美景和油田 处于停顿状态的国家 这个被抢劫一空 仅仅依靠雪崩般下跌 和失去任何价值的货币维持着的国家 终于保存下来了 坚持过来了 这或许正因为它自身虚弱的缘故吧 因为人民肚子饿得太厉害了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不可能再去进行什么斗争 不过 这也可能是由于它自身有着那种极为神秘的 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 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 因为最大的两党 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 尽管有着深刻的内部矛盾 却在那最最困难的时刻 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 两党都做了妥协 以防止出现整个欧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 于是局面开始慢慢地得到整顿和巩固 并且发生了 连我们自己都感到精益的难以置信的事 这个被肢解了的国家继续存在着 甚至以后希特勒来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中式民族 真目冰原时 他曾准备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不过 这个国家终于没有彻底颠覆 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 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 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 有一些东西随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 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 对权威从不犯错误的 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 不过 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自己那个 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 却在业务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 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 政治家 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胜利 困苦和死亡 这些没完没了进行压运的失人吗 当现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 窗衣满目时 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 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下 所进行的四年杀戮 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 所进行的四年抢劫 这种道德观念 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 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 视为棘手的问题 而宣布取消 那么国民 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 而现在正是那些人 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 干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 还要愚蠢的事 他们签订的合约 是糟糕透顶的 今天大家都知道 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 当时的和平 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 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 维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为世界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平 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原来的利益 把那像伟大的计划复制东流了 把它撕成了毫无价值的碎纸片 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 而又神圣的诺言 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 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 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 唤起最后的力量 这一诺言 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 和政客们的战争狂 而不屑一顾的被彻底抛弃 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 人道的要求 但在幕后仍然重演着秘密谈判 和签订密约的故技 并且获得了成功 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 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 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兵们受骗了 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 认够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 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 我们所有那些梦想出现一个新的 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都受骗了 我们终于知道 那场旧的战争赌博 以由那些原来的赌徒或者新的赌徒重新开始 而我们的生存 幸福 时间和财产 都成了那场赌博中的赌注 如果整个年轻一代的人是怀着怨恨和鄙视 眼看着他们自己的先是战败 而后得到和平的父辈 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搞糟了 难道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预见到 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估计错了 如果新的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任何尊严 他们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 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整个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 政治家和教师了 他们对国家的每一项法令 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怀疑的目光 战后的一代 我无情地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观念 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 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告别旧的过去 生气勃勃地走向未来 随着这年轻的一代 一个崭新的世界 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 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开始了 不言而喻 开始的时候都不免过分 凡是和这年轻一代不同龄的人 或是统统都在破除之列 十一二岁的孩子 不像从前那样跟着父母外出旅行 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组织在一起 作为候鸟协会的成员 集体漫游全国 直至意大利和北海 学校里仿效俄国的榜样 成立了监督教师的学生会 教学计划被彻底推翻 因为孩子们只应该 并只愿意学他们喜欢的内容 纯粹出于对造反的兴趣 对任何有效的形式都要造反 甚至违背自然的意志 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 姑娘们剪去长发 风形有刘海的小男孩发型 简直无法把他们和小男孩辨别 青年男子为了显出女性的娇媚 始终把胡子剃得金光 男子之间的同性恋 和女子之间的同性恋 不是出于内在的欲望 而是作为一种对自古以来 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形式的反叛而盛行 生活的每种表现形式 都竭力给自己染上激进和革命的色彩 艺术当然也是如此 新的绘画宣告 伦波朗 赫尔白尹和维拉斯开子 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 而开始光怪陆离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的尝试 音乐中的旋律 肖像中的相像性 预言中的可领会性 所有这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 处处遭到唾弃 德语中的冠词 Dedidas不用了 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 采用直接了当和简面额要的电报式风格进行写作 再加上色彩很浓的感叹词 除此以外 各种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 既缺乏政治理论的文学 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 音乐固执地在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和风力节拍 在建筑艺术中 盖房的程序改成了从里向外 在舞蹈方面 华尔兹不见了 只有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 时装款式在竭力强调裸露的原则下 越来越荒唐 剧院里 演员穿着燕尾服 演哈姆雷特 企图创造标新立异的戏剧效果 在各个领域开始了一个大胆试验的时 期望一蹴而就 超过以往 一切继承事实变化和成就 一个人越是年轻 越是学得少 显然和各种传统越是没有联系 因而也就越受欢迎 青年一代终于成功地对我们父辈梦的世界 进行了大报复 但是我觉得 在那种的疯狂的儿戏般的变化之中 可悲而又可笑的是莫过于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惊慌失措 他们害怕自己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轻重 所以他们也绝望的赶紧装出一副赶打赶冲的假面孔 想卖着笨拙的步履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 走入最明显不过的歧途 老师 顿后胡须灰白的大学教授 在他们如今已卖不出去的旧的镜物写身上 画上象征性的各种立方体和六面体 因为年轻的校长们现在到处物色年轻人 能物色到最年轻的人更好 把所有其他的绘画都视为太古典主义 从画廊里清除出去送入仓库 用完整清楚的德语写了几十年的作家 也跟着把句子写的支离破碎 以积极精神违反语法 大夫偏偏的普鲁士书密顾问 在讲台上讲授卡尔·马克斯 上了年纪的宫廷舞女 落出四分之三的肉体 僵尸似的扭动着 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 和迅伯格的升华之夜 老年人惊慌失措的到处追随 最时髦的分上 使自己变得年轻 迅速创造出更激进 和前所未有的流派 最好能隔夜翻新 这一切顿时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这是一个多么狂热 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和难以置信的时代 因为在那几年里 随着货币的贬值 奥地利和德国的其他一切价值观念 也都在下降 那是信罪神迷和天昏地暗的时代 是焦躁和盲从的一次混合 一切奇谈怪论和不可捉摸的东西 如通神学 神秘学 招魂学 梦游阵 人质学 首相术 笔相学 印度的瑜伽和巴塞 而式的神秘主义 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 麻非 可卡因 海洛因 更浮游刺激性的东西 都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 戏剧作品中充斥乱伦和弑负的题材 在政治方面 唯一和胃口的是共产主义 或法西斯主义 这两个极端的题目 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 全部遭到谴责 但是 我却不愿在自己的一生中 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 错过那个混乱的时代 就像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 总是不顾一切向前猛冲那样 那混乱的时代 荡敌了旧传统的雾作空气 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 不管怎么说 时代的大胆实验 毕竟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 虽然偏激和过分的做法使我们诧异 但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责备和鄙视的 否定那个时代 因为从根本上讲 那年轻的一代 企图弥补我们这一代人 由于谨小盛威和袖手旁观 所遗物的一切 纵然做得过于急躁 过于激烈 他们内心深处的直觉 是正确的 他们觉得战后的时代 必须不同于战前的时代 而且必须是一个新时代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年长一些的人 在战前和战时所盼望的吗 只不过我们这些年长的人 在战后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 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 反对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 虽然还在和谈期间 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火线》 而赢得世界生育的 昂利·巴比斯就曾试图 本着和解精神 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 团结起来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维格的《昨日的世界》 第92条 那个团体将自称清醒社 意为头脑清醒的人们 它要把所有国家的作家和异域输家团结起来 视为反对今后任何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斗争 巴比赛曾委托我和雷内 西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 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 因为在德国还充满着对凡尔赛合约的愤怒情绪 只要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子乔投保 仍旧由外国军队占领着 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 希望甚微 不过如果巴比赛没有在困难时丢下我们不管 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后来高尔斯 华随以比会的形式实现了这样一个组织 巴比赛在俄国之行中广大群众向他个人表现的热情 使他坚信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 不可能导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 唯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 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的激进化的做法 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出 我们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 往往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断遭到失败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 过隐居的生活 安安静静静搞自己的创作 在表现主义和放纵主义者 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看来我这个36岁的人是已经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 因为我不会像猴似的投他们所好 我的早期作品连我自己都不再喜欢 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 我一本都不让再版 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 我还要等待 直至各种主义的激荡浪潮退去 我觉得我的不上虚荣 有利于我的淡泊宁静的心境 正因为此 我开始写一套忙了多年的关于世界的建筑大师的丛书 我抱着完全冷静又积极的态度 写了像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这样一些中篇小说 现在在我周围的土地上 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恢复正常 所以我也不能再犹豫 一个我可以超脱的时期已经过去 我先前开始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 而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 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 现在该是实现承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 或者是彻底放弃的时候 13.又回到世界上 1919、1920、1921 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 我是在萨尔茨堡 于是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 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建世界的希望 战后的大崩溃 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 或者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 我们货币的贬值都是灾难性的 这是人们已经准备一辈子都待在自己故土的狭小天地里 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 人们从又吃得饱 从又坐在自己的写字台上 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 已经没有抢劫活动 也没有发生革命 我生活着 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经历 难道我不该重新尝试一下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 出远门去旅行 我还没有想到远途旅行 但意大利就在近处 只有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路程 难道我不该试一试 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的势敌 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的把自己拒之门外 难道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难堪 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 不 我倒敢试一试 于是一天中午 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维洛纳走进一家旅馆 有人递给我一张登记表 我填写完毕 门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 当他在国际栏里看到奥地利这个字时 感到十分惊讶 您是奥地利人 他问道 我正在想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 然而 当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 他显得十分高兴 啊 见到您很高兴 终于来了一个奥地利人 那是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 但已再次证实了战争期间 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 所有的煽动和宣传仇恨 只会使头脑短时间发热 而从未涉及到欧洲的真正群众 一课中以后 哪个憨厚的门房 还特地到我房间里来看一看 是否招待周到 他热情地称赞我的意大利语 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 我重又见到了大教堂 在画廊里闲逛 在米兰 我听到意大利可爱的音乐 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不而行 欣赏欣赏 有点熟悉的异国风光 使人不胜愉快 当我在街上看见一幢大楼上挂着 网游报的招牌时 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 朱安博 尔杰赛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 我在柏林和维也纳时 曾多次和凯兹林伯爵 本诺盖哥尔一起参加 博尔杰赛举办的社交活动 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 他是意大利最优秀 最富热情的作家之一 对青年人尤其具有影响 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异者 和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 但在大战中却 持强烈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 和摩索里尼一起推行战争政策 后来又和摩索里尼分道扬镳 在整个战争期间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 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 而现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 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 于是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 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 可是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 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 一张高兴的满面生灰的脸 正是波尔杰赛 五分钟以后 我们就谈得像往常一样诚恳 或许更加推心制服 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 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 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以预见 在佛罗伦萨 我的老朋友画家 阿尔贝特斯特林家 大不留心地向我走来 冷不防地紧紧将我抱住 一直和我在一起 还不认识他的妻子 以为那个满面胡子的陌生男人 要谋害我呢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不比从前更真诚 我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战争终于被埋葬了 战争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中 蒙蔽了自己 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 和世界的思想准备混为一谈 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 而感到羞愧 因为那些政治家们 经济学家们 银行家们所受的门币 也并不比我们少 他们在那几年里 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 而且为了国家的安定 疲惫不堪 实际上 斗争只不过从国家之间 转到社会内部罢了 我在那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一个场面 我是后来才懂得它的深远意义的 我们当时在奥地利是不大了解 意大利的政治的 这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 社会主义的倾向 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四处蔓延 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 墨炭或粉笔写的歪气树瓜的 聂林万岁的字样 而且还听说 一个名叫莫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 在战争期间和本党脱离了关系 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 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 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听听罢了 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 能成什么大气候呢 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类党派 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 到处都有志愿兵 在列队行走 在莱茵兰和巴法里亚 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 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 只不过每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 因而没有人想到 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 他们穿的不是加利波 第一勇军的赤色衣衫 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 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在威尼斯 却忽然对法西斯分子这个词 有了感性认识 一天下午 我从米兰来到那座 冰湖岛上的可爱城市 到达之后 竟没有见到一个搬运夫 和一艘维尼斯小游艇 到处站着无所事事的工人 和铁路员工 双手插在口袋里 正在举行罢工示威 由于我拖着两只相当重的箱子 所以我环顾四周 想求人帮忙 我向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先生打听 附近何处可以找到搬运夫 他遗憾的回答说 您来的正不是时候 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常常有这种日子 今天又是一次总罢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 也就不再问下去 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 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走投无路时 就采用这种自以为最厉害的手段 但实际上事后并无效果 我继续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艰难的走着 一直到我终于看见一个花游艇的人 从一条小河里 偷偷的慌里慌张的向我招手 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 在船行驶时 好几个人向我的船夫 一个罢工破坏者 挥舞着紧握的拳头 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旅馆 我不加思索的招老习惯 立刻走到集市广场去 那里显得非常的冷清 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 咖啡馆里空气无人 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 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 好像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 我也和他们一起等着 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发生了 一对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 从一条小巷走出来 或者说奔跑出来 队列十分整齐 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歌 歌词的内容 我当时并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首 青年之歌 在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 还未来得及向他们涌去以前 他们就已经挥舞着棍棒 从罢工的人群面前奔跑过去 这只组织严密的小队伍 怀着真正的勇气 大胆地从罢工的人群中 穿行而过 当罢工的人刚刚意识到 这是一种挑衅时 那一小队人迅速而过 再也无法把他们抓住 现在罢工的人 气恼地聚集在一起 紧握着拳头 但为时已晚 再也不可能追上那只 小小的冲锋队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维格的昨日的世界 第九十三条 亲眼目睹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 始终是一些令人幸福的事 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 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 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 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股领导的非常好的力量 法西斯主义能删起那些坚毅 勇敢的年轻人 对他产生狂热的崇拜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能赞同 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 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 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 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是一帮 雇佣来的歹徒 并且讥笑他们的魔鬼老头子 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 意大利人民报 从莫索里尼尖锐 清楚 拉丁式简洁的文分中 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 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 一模一样的建议 我当然不会顶鉴到 那场战争以后 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 不过从那时起 我就意识到 不仅在这里 而且在世界各地 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 我们的和平 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是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钟 我们的欧洲 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 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 第二次警钟的敲起 也没有等候多久 由于重新受到旅行乐趣的引诱 我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兵的 威斯特兰去 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 到德国去看一看 是颇为诱人的 迄今为止 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 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幸运 看来 恢复工作正在那里全面进行 列车正点到达 旅馆窗泥几近 铁路两侧 淋漓着新盖的厨房和工厂 到处都有默契似的 无可指责的规章制度 那种规章制度在战前 招人讨厌 可是在一片混乱时 又受人称赞 诚然 那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 因为全国都在注视着 看看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 和昔日的敌国 在仍娜亚和拉巴罗举行的 最初几轮谈判中 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的希望 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承诺 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 这个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纳尔 他在战争期间就已充分表现了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 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以后 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最薄热环节 即原料工艺问题 因此他曾及时 在时间方面他也是很有预见性的 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而当战争结束之后 正需要一个能以德国外交部长身份 和那些对手中最机智和最富有经验的人 进行外交谈判时 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 犹豫不决的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 是呀很难腾出时间 我现在不得不为了耕武而牺牲友谊 不过他以一种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 很快找到了我们会晤的办法 他说他要到几个使馆去办会 而且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 要坐半小时的小轿车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 然后我们坐在小轿车里聊上半个小时时间 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强 他能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 很快转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 所以他在小轿车里和列车上谈话 事实上能像他在办公室里一样 说的准确和深刻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 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有意的人谈谈心 同样也会使他感到愉快 那是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我今天可以作证 拉特纳尔这个自己无法超脱的人 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 没有多大兴趣和不耐烦的时候 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 他事先知道他承担的使命 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 在最好的情况下 他也只能征回四分之一的赔偿费 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 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 他对我说 也许要等到十年以后吧 到那时大家的身体都不行了 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首先是老一辈的人退出了外交界 将军们也已经只有默默无声的记内塑像 处立在公共广场上 他完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的责任 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一个人 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 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 去迎接自己的使命 他知道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 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他还认识到这一使命 将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 埃尔茨伯格尔就是由于承担了 停战协议中令人不快的义务而造暗杀的 而鲁顿道夫却由于眼看要承担那种义务 而小心翼翼的逃到了国外 从那以后拉特纳尔毫不怀疑 自己作为一个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 类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 不过他至今未婚 也没有儿女故事一人 所以他说他没有必要估计生命安危 况且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 应注意个人的安全 拉特纳尔在拉巴罗干得很出色 在当时情况下 可以说是已取得了最好的成果 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事实 他具有迅速抓住 每一个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 和世界政治家的分度 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 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但是国内已有一些小组织 变得相当强大 他们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这个占博 国的国民伸眼 他们根本没有战败 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 对国家的背叛 这样他们就能招来更多的人 这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 已比当时共和党领导人想象的要有实力的多 共和党领导人按照自己关于自由的观念 对所有那些要把德国土地上的自由永远消灭的人 听之认之 我是在市区的外交部门前向他告别的 当时我没有料到那竟是诀别 后来我从照片上认出 我们一起坐车行驶过的那条街 正是不久之后 暗杀者伏击我们那辆小轿车的街 仅仅是侥幸 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历史事件的目击者 所以我事后对那一悲剧事件感到更痛心 印象更深刻 随着那一悲剧的结束 德国的不幸 欧洲的不幸 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 我已经在威斯特兰 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 正在海边轻松的游泳洗澡 一支乐队就像宣布 弗兰茨·菲迪南被暗杀消息的那一天一样 依旧为无忧无虑消暑的人们演奏着音乐 突然 宋鲍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似的越过林音道奔来 一边高喊着 瓦尔特·拉特纳尔被暗杀 人们惊慌失措 全国震动 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 一直跌到 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进行计算为止 通货膨胀 所造成的真正混乱的局面 现在方才开始 我们奥地利先前通货膨胀的比例在达到一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经十分荒唐而现在和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一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耳系如果想把那次通货膨胀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叙述出来那简直需要写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在今天的人看来好似童话一般 我曾经历过的那些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 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 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 因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多好几倍 五点钟的兑换比价又可能比六十分钟以前多好几倍 例如我给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 为了保险期间我要求立刻预付一万册的稿筹 可等支票汇等面值还不够顶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 电车票是用百万计算的 从帝国银行运到各银行去的纸币要用卡车装载 而且十四天以后我在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 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而扔掉的 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 不 比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泡豪华商店还要贵 休衣扇打碎的玻璃比以往买整栋房子还要贵 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一家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 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坦达姆林营道上一排六层高楼 几家工厂的价值不会高 除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 刚刚成年的男孩在巷口捡到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 就可以坐着小轿车兜几个月的风 因为只要每天卖出一块肥皂 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一样 而他们的父母从前是富人 现在却成了乞丐 步履艰难的四处行走 送抱着的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 他们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 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便是那个名叫Stinnes的大赢家 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 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 工厂和股票 城堡和农庄 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未花钱 因为每一笔钱 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 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掌握在他的手中 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 于是他们竟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人物 热烈欢呼 这当然很不正常 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 他们举着拳头 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小轿车里的外国人挥舞 因为那些人会把整条街的东西买下来 连一盒火柴都不剩 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 告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 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 同时又被一直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 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 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 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 通货膨胀的比例会达到如此之大 一切价值都变了 不仅在物资方面是如此 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了嘲笑 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 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冤死物 酒吧间游一场小酒馆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 因为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 穿着紧身胸罩涂抹脂抹粉的青年人 沿着库尔菲尔斯特达姆林音道游来逛去 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年人 每个中学生都想赚点钱 在昏暗的酒吧间里 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 不知羞耻的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 纵然四位东的罗马也没有见过像柏林那种跳舞会上 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 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 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 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 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 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 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清晰 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 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 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16岁还是处女 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运势公开张扬 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 越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越好 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性爱 最令人反感的是她的可怕的虚伪性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紫维格的《昨日的世界》第94条 其实这种随着通货膨胀 而迸发的德国人的肆意纵欲 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 从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轻姑娘们身上可以看出 他们本来是宁愿把头发简单的风两边梳开 而不愿梳个光溜溜的男人发型 他们原本喜欢用小勺吃奶油苹果馅饼 而不愿喝烈性白酒 可是到处使人感觉到每天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 简直像发疯一样 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 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 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际 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 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 而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 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 都会有这种感觉 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 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产生 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 正是那些把德国人民去向乱世的人物 手里拿着石钟 在幕后笑盈盈的等待着 心里想 这个国家情况越糟糕 形势对我们越有利 他们知道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 一般反革命势力已经迷目张胆地聚集在鲁顿道夫周围 人群 比聚集在当时尚未掌权的希特勒周围要多 那些被人扯下了奸章的军官们 组织了秘密团体 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了小市民们 悄悄地互相联络 并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带来秩序的号召 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 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 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 它既要给人民以自由 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 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 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 1924年 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用令人悬晕的以前一赵马克 兑换一个新马克之时 也正是一切恢复正常之时 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浊水 也从此迅速退了下去 酒吧间小军馆迅此消失了 社会状况日趋正常 现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 大多数人 既光大群众遭到了损失 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 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挑起恢复 新秩序重担的人去负 不但得不到感谢 再也没有像通货膨胀那样时 德国人民变得如此慷慨激昂 如此充满仇恨 这是要不断记取的 因为战争尽管屠杀了千万生灵 但却曾用胜利的终身和号角 带来过欢呼的时刻 作为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德国 曾为那些一时的胜利感到过无比自豪 与之相反的是通货膨胀 使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家 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 他们宁愿重新召回那些大似屠杀的人 不过这一切还是以后的事 从表面上看 到了1924年 那种混乱不堪的怪现象 犹如飘忽的鬼火 似乎已经过去 光明的日子从又来到 持续得到恢复 看到持续日益恢复 我们的心情开始施然 我们又以为战争已去不复返 但我们像往常一样 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 不过话又说回来 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象 给了我们十年时间的工作 希望和安全 在今天看来 从1924年到1933年 这短暂的十年时间 即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 希特勒截取政权的十年 毕竟是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的 我们这一代人 自1924年以来所经历过的 一连串灾难中 所出现的一段空白 当然 这并不是说 在这十年时间内 没有产生过任何紧张局势 动荡不安和危机 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 而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 欧洲和平显得有了保障 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十年内 德国被光荣地接纳到国际联盟 利用贷款促进自己的经济建设 实际上是秘密的扩充军备 英国裁减了军备 意大利的莫索尼 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 世界好像要重新建设自己 巴黎 维也纳 柏林 纽约 罗马 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 还是战败国的城市 都变得比以往更漂亮 飞机加快了交通的速度 办理护照的规定已放宽 货币比价的大幅度波动 业已停止 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的数字 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热衷地 集中到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 人们能够重新工作 集中心思 去考虑文学艺术方面的事情 人们甚至可以重新梦想和希望 有一个统一的欧洲 好像十年时间 世界的一瞬间 重新把一种正常生活 赐予我们这一代经受磨难的人 在我个人生活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 来到我的家 并友好的留了下来 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 我的成就 不言而喻 谈论我的书籍 所取得的表面成就 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十分愉快 在一般情况下 我也不会留下那些 可能被看作为 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 最最粗略的说明 不过 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权利 甚至可以说 我是被迫对我一生历史中的 这一事实 不能保持揭没 因为七年以来 即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 我的成就就已成为一种历史 我的数十万册 甚至数百万册的书 曾在当时的书店 和无数的家庭中 占有过稳固的地位 可是在今天的德国 却连一本都买不到了 谁要是手中还有我的一本书 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 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 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 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 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 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 去看那些书籍 在那些写信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中间 早就没有一个人还敢把我 那个已入另册的姓名 写到姓封上 不仅如此 在法国 意大利 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里 我的书籍今天也都同样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 遭到禁止 而在当年 我的书的一本在那些国家是属于读者最多之列了 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特所说 我今天作为一个作家 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 我40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 或者说几乎是一切 都被他那一只拳头积得粉碎 所以当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 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 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 正如我的家 我的祖国 我的自信心 我的自由 我的没有偏见一样 都已属于过去 如果我不先指出 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 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容 他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者以后 被人推落到有多深 一击总的情况 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 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 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 它是缓慢的 小心翼翼的走来 但他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 把他从我身边赶走以前 一直忠实地 始终不渝地留在我的家 它的影响一年胜死一年 我在记耶利米以后发表的第一本书 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师们 三部曲的第一卷 三大师 他很快为我开阔了道路 在此之前 表现主义者为意志论者 实验主义者都曾产生过 对坚韧不拔的人来说 那条通向人民的路 又畅通了 我的中篇小说 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小说 才会有的程度 那两篇小说被改编成了戏剧 他们的片段由人们公开朗诵 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 我的那小书 人类的群星闪耀石 编辑所有的学校 不久 他被列入岛屿从书 印书 很快达到25万册 没有几年功夫 我就获得了 在我看来是一个 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 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群 一批可信赖的人 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 他们信赖我 我也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 我的读者群渐渐的越来越大 我的每一本书 当他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 就要销售两万册 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 有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避开那种成就 可是他却出人意外的固执 始终跟随着我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 《复歇传》 目的是为了自娱 然后当我把书寄给出版人之后 他写信给我说 他将立刻印一万册 我随即复信给他 请他不要把这本书印这么多 我说复歇是个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角色 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插曲 这本书不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 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册 一年以后 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 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德国 今天却不允许读我的一行字 我在创作悲剧《福尔波尼时》 遇到的也是类似情况 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 我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它写成一部尸体剧 于是花了几天时间先用散文体写下各场次 当然写的松散和没有分量 于是我的第一部剧作《推尔西推斯》是在德雷斯顿的宫廷剧院首演 所以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着情 刚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 有什么新的创作剧话 于是我把用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 并表示歉意说 我所奋计的仅仅是我打算改写成尸体剧的散文底稿 可是剧院立刻给我回了电报 说我对剧本千万不要再做任何修改 事实上那个剧本后来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 在纽约是以艾尔弗·利德·伦特为首的戏剧工会演出 总而言之 我在那几年里是不断取得成就 而且与日俱增的德语读者一直忠实于我 由于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 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 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己任 所以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复自问 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是由于哪些特点 我最终认为那是出于一个个人的恶习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紫维格的昨日的世界第95条 在一部小说中 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 任何荣常繁琐 空泛铺张 晦涩朦 含混不清 不明不白 以及一切画色天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 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 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 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 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 有十只八九 我认为描写过多 对话啰嗦 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 面铺的太广 因而是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 死气沉沉 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经典作品 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 破坏我的情绪 因此我经常向出版商们 阐述我的那项大胆计划 把全部世界名著 从河马 扎克 托斯 托耶夫斯基 直至摩山 进行彻底的缩写 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 出版一套简明的从书 唯有这样 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 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的发挥作用 我对一切繁琐和荣常所抱的反感 势必会从对外国作品的阅读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来 同时使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 本着这种警惕性 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 书的第一稿 我总是信手写来 把心中的构思倾卸在纸上 同样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 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跟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 利用起来 如在《玛利亚·托阿内特》这样一部传记中 我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 为了确定他个人的开销 我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 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 不过在印刷好的那本书里 却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关这方面的字句 因为一本书的第一次未定稿刚刚腾清 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 即进行压缩和调整结构的工作 我一遍又一遍的推敲各种表达方式 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一项不停的去无存经 不断的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炼的工作 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 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结末 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 和更深的内容时 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 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 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 以后还要在教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 这种过程之后就成了一种性味很浓的捕猎工作 既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 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 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 或者哪怕是一个字 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欣慰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 当我特别满意的放下工作站起来时 我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一壶形成的高兴 我自豪的回答她 是的 我又删去了一整段 这样文气就更顺畅 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紧凑 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极或者内心的激昂 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修纸符和杂音 一概去除的调理化方法 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 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 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 由八百页扔进自制楼 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 我是不会抱怨的 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 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 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了 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 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 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 超越国界的 所以国外的出版商 法国 保加利亚 亚美尼亚 葡萄牙 阿根廷 挪威 拉托维亚 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 丰丰来同我联系 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 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 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样书放准起 有一天 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 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的最多的作家 按我的秉性来说 我又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报道 又有一天 那家俄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 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 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戈尔基为全集写序言 问我是否同意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 我就读过戈尔基的小说 是偷偷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 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钦佩他 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 没有想过他还会读过我的一些作品 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我写序言 更是不敢妄想 又有一天 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 好像非这样不可思的 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来 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 并获得连续的出版权 他就是瓦一锦出版社的本亚明许布什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 当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勒的铁蹄践踏在地的时候 是他用文字为我保存了最后一个故乡 因为我已失去了原来那个古老的真正的故乡 德意志的故乡 欧洲的故乡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 使一个人飘飘然 更多的相信自己是些美好的打算 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的较少 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 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 在正常情况下 一个人使用的名字 无非就像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标记 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课题 他和真正的主体 即原本的我 只有松散的联系 然而一旦有了成就 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 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 开始成为一种权力 一种力量 一样自在之物 一种商品 一种资本 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 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 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 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 那些走运的 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的 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 头衔 地位 勋章 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 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 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 使他们错误的认为 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 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 来达到他们那种 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 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 不过 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 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 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 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我这样讲 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 恰恰相反 我的成就就使我欢欣鼓舞 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 脱离我自己的产物 即我所著的书 以及与书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虚名 当我偶然在德国的一家书店 看见一个不认识我的小小中学生 走进书店 用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 要买一本我的人类的群星闪钥匙 那种情景使我深受感动 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 在登记姓名之后 以尊敬的神态 把护照交还给我时 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员 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 而认出来时 然后优惠的不再对我的行李 做一一检查时 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 甚至纯属数量上的结果 也会使一个作者忘乎所欲 有一天 我偶然到来笔虚取 那一天正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书 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时间写了三百页的书 竟无意之中要花别人那么多的体力劳动时 我内心无比激动 工人们用大的半条箱把书捆装起来 另一些工人 抗忧抗忧的哼着 把木箱从台阶上脱下来扛上卡车 然后把用卡车把木箱送到开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 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 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 我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那些书如果像砖块似的排列起来 能够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路 我也从不自明清高而不屑于贪污之利益 在最初几年 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 或者甚至靠板税能够维持生计 而现在我的书突然带来可观的 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 这些钱似乎能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 当时谁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 我可以慷慨大方的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 搜集名人手记 而那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 是在我这里找到了备受细心保护的归宿 我能够用我自己所写的 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 是相当短命的作品来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 如莫扎特 巴赫 贝多芬 哥德 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 所以我以为 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成就 竟随随便便 或者说内心并不愿意的光临到我的身上 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上的名声而感到高兴 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 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 我说这话完全是真心实意的 从少年时代起 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 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 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 一旦到处刊登照片 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 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 除此之外 我处于爱好而开始的诗 很可能有变成为一种职业 或者甚至一种企业形式的危险 邮局每次送来一大碟信件 请柬通知 要求答复的咨询 每到外出旅行一个月 回来以后就得花两三天时间来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 以便让企业重新恢复正常 尽管我不愿意这样 可是由于我的书籍十分畅销 从而使我陷入一种忙碌不堪的事物 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 要求我井井有条 通关全局 办事准确和熟练 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 可惜与我的秉性格格不入 而且将会产生严重影响那种无拘无束的纯粹的思索和梦想 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学讲课 去出席各种庆典 我就越是身居简出 我不该用抛头露面来宣扬自己的名声 我从未能够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萎缩 直到今天 我还有这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习惯 在大厅里 在音乐会上 在官聚时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 没有比在排上 或者在一个抛头露面的位置 让大家盯看我的脸 看 更使我感到难受了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威格先生的《昨日的世界》第96条 对我来说 以各种形式隐性埋名 是一种本能的需要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 我就始终不能理解 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 像我尊重的朋友阿托尔 史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 总是喜欢穿着丝绒甲克衫 烫着卷发 用卷曲的头发盖着前额 或者以宇宙不同的胡须样式 和其装衣服 在大街上招摇过世 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 来使自己狭耳闻名的人 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的像一个敬中人 用维尔菲尔的话来说 各种姿态都要按照某种分度 而一般来说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 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 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 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 一个杜撰的名字 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 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 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 又能享受影性埋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 因为像这样一种亮泉奇美的生活 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 在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搅得无法安身的人 崛起以前的十年 即1924年至1933年 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 每当我回忆起那十年 经常怀有一番感激之情 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灾难 实在太深重了 所以我们把那相对的和平视为意外的礼物 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 我们一定要在那十年中 弥补一次大战和战后的艰难岁月 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幸福 自由与精神财富 于是我们发奋工作 但却带着比较轻松的情绪 我们四处漫游进行各种尝试 我们从又发现了自己的欧洲 自己的世界 人们从来没有像在那十年里似的 进行那么多的旅行 这是不是可以说 年轻人以忍耐不住 急于要弥补 他们在过去彼此割绝的状态中 失去的东西 一或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预感 我们必须在再次遭受禁锢以前 及时冲出狭窄的天地 在那个时间里 我也去过好多地方 只不过那些旅行 不能跟我青年时代同日而语罢了 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 已不再是个名不经传的人了 我到处都有朋友 有我的出版人 有一大群读者 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国家的 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 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 我可以更为有效的 更为更加广泛的宣传 那个多年来 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 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 我本着这样的思想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 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工演讲 用意大利语在那作曲有13世纪艺术风格的 弗洛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 米开朗·琼罗和奥赖纳多·达芬奇 曾在那里就做过发表演讲 用英语在美洲 从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讲学图中 发表演讲 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旅行 我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那些国家的最优秀的人物 如同朋友一般 而不必去寻找他们 但在我的青年时代 我对他们是不甚敬畏的 我从不敢给他们写一行字的信 而如今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挤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的拒之门外的社会圈子 我可以观光圣日尔曼城区的华丽建筑和 当小收藏家们走过这些古董商的店铺时 总是目光羞涩 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 以及这个世界的奢华 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 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 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 不 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候的旅行 而且由于只身行动 一切显得更有魅力 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旧的旅行方式 每当我去巴黎 我就尽量避免在到达的当天 通知向罗谢马丹 杜加尔如勒罗曼 杜阿美 马赛雷 这样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要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随便溜达溜达 就像从前当学生是一样 我重访原来的那些咖啡馆 和小饭馆 让自己回味过去的青年时代 倘若我想写作 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如布洛涅 或蒂拉诺 或蒂隆 这样一些外省的小地方 我觉得 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 住在小旅馆里 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起居行动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 是最舒服不过的事了 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 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 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 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 欧洲式生活 是他既不能没收 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在众多的旅行中 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别兴奋 也使我受益肥浅 那就是去往新的俄国 1914年战争爆发的前夕 我正写了一本关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 当时我就为此行做准备了 可是战争的流血场面打断了我的计划 自那之后又有一种顾虑妨碍着我的打算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 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 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 有的人热情的赞美他 有的人疯狂的与他为敌 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 由于宣传的与同样激烈的反宣传 没有人能清楚的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 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 他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 肖伯纳 威尔斯 巴比塞 伊斯 特拉提 基德 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去访问过那个国家 当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 有的失望沮丧 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 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 也同样引诱着我 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 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 我的书在那里流传甚广 不仅由马克西姆·戈尔基为我撰写了序言的全集 而且还有价值几个戈壁的廉价小版本 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 当然我肯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 不过仍然有妨碍我全行的因素 那就是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 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 而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 最无深恶痛觉的人 在对一个胆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个星期的一般性观察之前 就公开表示赞许或者否定 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先发表自己的判断 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 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尔俄国去 1928年初下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 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 列夫托尔斯泰诞成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目的是要我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词 我没有理由回避这一次机会 因为这是一次超党派的活动 从而使我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 托尔斯泰作为非暴力的信徒 不是一个布尔斯泰主义者 由于我写的关于他的书 已有数万册在那里流传 我显然有权利谈谈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 而且我觉得如果所有国家的作家们都团结一致 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 那么按照欧洲人的思想风法 这是一次重大的示威 于是我接受了邀请 而且对我如此迅速的决定 也无需后悔 因为穿过波兰的旅程 就已经使我大涨见识 我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 自己造成的创伤竟是那么快 我在1915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废墟的 加利西亚地区的城市 现在都已焕然一新 我再次认识到 十年的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破长的旅程 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 在华沙已经看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 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浴血奋战的痕迹 咖啡馆里坐着穿戴时髦的妇女 十分耀眼 穿着鼻挺身材 瘦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 看上去更像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剧院的杰出演员 到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发 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 因为如此兴生的新的波兰共和国 是从几百年的瓦利堆上建立起来的 列车从华沙继续向俄国的边境驶去 大地越来越平坦 沙土也越来越多 每到一个车站 全村的居民们穿着各种色彩的乡村服装站在一旁 因为在当时白天只有这唯一的一趟客车 通过这里向那个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闭的国家驶去 因此观看一趟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的捷径车厢 在这里变成了一件大事 边境车站 尼格洛尔也终于到了 铁轨上方高高的悬挂着一条宽宽的雪红横幅 上面是用西列尔字母写的一句口号 我不认识 有人给我翻译说 那是全世界无残者联合起来 我们从这鲜红的横幅下面穿过 算是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 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 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 诚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 它是沙皇时代的卧车 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 因为车厢甚是宽敞 行驶速度也比较缓慢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穿越俄国的国土 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陌生 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辽阔空旷 令人略感忧郁的草原 草原上的小茅舍 筑立着的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 续着长胡须 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先知的男人 用善良爽朗的笑声向我们致意 头戴花巾 身穿白色短衫的妇女们 出售着格瓦斯鸡蛋和黄瓜 我怎么会早就知道这一切的呢 那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 托尔斯泰 托斯托耶夫斯基 阿克萨克福 高尔基 曾用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 为我们描写了民间生活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维格先生的 昨日的世界第97条 那些穿着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们 站在那里 显得憨态可居 朴实的令人感动 列车里的年轻工人们 有的下棋 有的看书 有的交谈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 但我相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我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 青年人具有的心生不定 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 由于他们得到了要竭尽全力的号召 年少气盛 在他们身上奇异的复活了 如果说托尔斯派和托斯托耶夫斯基 对民众的爱恋 会在一个人的心中 起到回忆的作用 那么我在列车上 就已经对这些人的单纯 而又令人悲叹 聪明而又尚缺教养 产生了怜悯之情 我在苏维尔 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14天 我看 我听 有是赞赏 有是厌倦 有是欢心 有是生气 始终是一股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店 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那里有壮丽的红肠 旁边有围墙 和冲头形屋顶的建筑 有一点达达人的 东方的拜占庭的起义风格 因而也是远古俄罗斯的风格 而红肠的另一端 筑立着现代化的 超现代化的高大建筑 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 两者格格不入 被淹熏黑的 古代希腊政教的圣像 和镶嵌宝石的圣坛 在教堂里阴阴绰绰显现 而离教堂一百步远的地方 却是一口水晶棺材 里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 列宁遗体 刚刚修整过 我不知是不是为了欢迎我们 一行行驶着几辆 节亮的小汽车 一边都是满脸 胡子拉里拉他的马车夫 轻轻吆喝着 挥动鞭子驱使驾车的 瘦小马匹 我们发表演讲的 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 在无产阶级的听众面前 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 郊区是一片老朽的旧房屋 像肮脏的无人照管的老人 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倚靠着 所有的一切早已变得成就 摔腿 秀石 可是现在却想一下子都变得现代化 超现代化 正是由于这种急于求成 莫斯科人满为坏 到处显得杂乱不堪 无论是在商店里 在剧场门口 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 由于机构臃肿 因而效率极低 人们不得不到处等候 那些理应定出制度的新官僚们 热衷于一批条子 签文件 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 盛大的晚会 原因应该六点开始 可是到九点半才开始 当我于深夜三点钟 筋疲力尽的离开大剧院时 演说者们还在滔滔不绝的讲下去 而我作为一个欧洲人 在参加每次招待会和赴约时 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场 时间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中 白白流去 而且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 动张希望 注目而视 无休止的讨论 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某种热情 我觉得那种俄罗斯人煽动人心的神秘力量 不知不觉的抓住了每一个人 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感情和思想一起炙热的奔发出来 虽然不十分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 如此容易激动 但无疑和那种不安宁的心气氛有关 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 已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了不起 首先是聂林格勒 这座由具有胆识的诸侯们天才的设计的城市 布局辉弘 宫殿壮丽 但他同时又是白夜中阴霾的彼得堡 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彼得堡 东宫极其雄伟 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里面的景象 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 士兵 农民 穿着笨重的靴鞋 手里拿着帽子 诚惶诚恐的 穿过从前皇帝们的殿堂 就像走到圣像前去似的 一边细看着那些绘画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一切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 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 教师们领着圆圆脸蛋的孩子们 穿过大厅 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 在向那些颇显拘谨 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 介绍伦伯朗和提香的绘画 当讲解员指着某些绘画的当部时 他们总是从沉重的眼皮下 抬起切生生的眼睛 那种天真的 一本正经的努力 未免使人感到有点可笑 就像到处见到的那样 因为要想让目不时钉的民众 在一夜之间就能懂得贝多芬 与维米尔显然是拔苗助长 无论是讲解这些艺术真品的一方 还是力求要懂得这些艺术 真品价值的另一方 起初都是那么性纪 孩子们在学校里 挂的可是最粗陋 最简单的东西 在十二岁小姑娘的刻意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 苏列尔的书 当时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 甚至连还不怎么认识 十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 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 而书则意味着教育 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 是啊 当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中型工厂 并且期待着我们的惊讶之情时 好像我们在欧洲和美洲还从未见到过那类工厂似的 我们不得不经常站出笑容 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 这是电动的 然后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 似乎我应该发出赞叹之声 因为那些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 所以他们虔诚的相信 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与托尔托洛斯基设想出 和发明了这一切 于是我们微笑着称赞一番 而在称赞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 这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 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 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 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他打算的那样 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 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 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 奥波罗摩夫式的怠慢中变成泡影 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 有时候感到怀疑 我越看得多 心中越糊涂 然而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 俄国人身上就没有 甚至在我们来此纪念的托尔斯泰的心灵中就没有 在去亚斯纳亚 波尔亚纳的火车上 我跟露娜 查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 露娜查尔斯基对我说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 他自己知道吗 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 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 他微笑着补充说道 就像我们现在似的 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 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 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 我们的身体 甚至我们的灵魂是有耐性的 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耐性 我们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些真谛及真理 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的 确实 当我穿过在亚斯纳亚 博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时 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的自讨苦吃啊 那里有一张他曾写下不朽著作的写字台 而他却离开了他 为的是要到隔壁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鞋 去修理破旧的鞋子 那里有一扇门 那里有一座楼梯 他正是穿过这扇门 通过这座楼梯逃离这个家 摆脱他生活中的矛盾 那里有一支枪 他曾用他在战争中打死过敌人 而他又是一切战争的敌人 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庄园房子里 他生活中的矛盾正解 强烈的 形象的呈现在我面前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当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 那种悲凉的感觉 一渐渐淡漠 因为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 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 更使人感动的了 那块高贵的朝圣地 坐落在偏僻孤寂之处 被一片树林环抱 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 那座山丘只不过是一个 有土堆积起来的巨型土墩子 没有人在那里看守 也没有人保护 只有几棵大树给他遮阴 他的孙女儿在墓前对我说 那些参天大树 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摘下的 我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时 曾从一位村妇那里听到过 这样一个传说 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 因此他们扮像游戏似的栽下了一些小树苗 只是到了晚年 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这个迷人的预言 于是他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 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 他身后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的 而且由于那座坟营简朴的令人心服 从而使他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目的 一个小小的巨型土丘 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 没有十字架 没有墓碑 没有明文 这位伟人就这样不提自己的名字 被埋葬在这里 再也没有一个人有像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 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 他埋葬在那里 就像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 或者像一个不知名的士兵 谁都可以来看他 这块永眠这地 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 但从来没有封闭过 唯有人们的敬意 守护着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后安息 通常人们总是对灵墓的壮观感到好奇 而在这里却以一堵 坟淫的初期简朴为快 风像上帝的南南低雨 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墓地上速速作响 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 人们也许不知不觉地从这里走过 除了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 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个俄罗斯人 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 斯特教堂里的墓碑 他们的气象都不及 这座处在树林之中 非常安逸的无名冯淫 感人之深 因为在那上面只有风儿在叙叙低语 而冯淫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 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 和那种有点盲目的飘飘然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 不久我认识的 因为他们是人 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 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 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 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 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 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 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 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 好像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 光临来自东方 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 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 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的真理 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 即使他们给我们看最卫物足道的东西时 也会眼睛炯炯用神的说 这是我们干出来的 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 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状星龙 咧着嘴笑着说 这是我们建造的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维格先生的《昨日的世界》第98条 大学生课堂里的达达人和蒙古人 向我们迎面走来 骄傲的给我们看他们的书 这一个说是达尔文的书 那一个说是马克思的书 那副骄傲的样子 就像那些书是他们自己著作似的 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 给我们解释 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观看他们的事业 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 但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 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 和我们像兄弟似的紧紧握手 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 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我们友好 但却缺乏尊敬 因为在他们看来 人本来就是兄弟 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 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的 赫尔层的宅地聚会 不仅有欧洲的作家 俄罗斯作家 而且还有通方斯族作家 格鲁基亚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 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 托尔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 我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互相交谈 但都彼此明白意思 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站起身 朝我们的一个人走来 指着我们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的书名 在直指自己的心 意思是说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 然后抓住这位作家的手 使劲地握着 一边使劲地抖动 好像他喜欢的要把人家的所有关节 都抖散架似的 更令人感动的是 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 当时还是困难事情 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是每个人都拿出了一点东西 给我们留作纪念 一幅不值钱的旧版画 一本已经没法念的书 一间乡间的木刻 我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 那是因为我可以用 在俄国多少年来 早已见不到的值钱的东西进行回赠 如一把老头盘剃壶保险刀 一支钢笔 几叠优质的百姓纸 一双软皮拖鞋 以至我回家时行李少的不能再少 正是这种不用语言的激情 使我们深为感动 我们在那里感觉到的过分热情 在我们欧洲是从未见识过的 因为在我们那里还从未达到 都是人民的境界 每当我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 就会受到一次危险的诱惑 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作家 在访问俄国时上了当 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欢迎 和被真正的群众所爱戴 他们以为一定得称赞一番那个政权 因为在那个政权下的人 读了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和那么喜欢他们 是啊 礼尚往来 以心换心 本来就是人的本性 我不得不承认 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唱赞歌 在一片热情之中 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 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理念 吴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 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 那是在一次大学生们的庆祝会之后 他们围住我 拥抱我 跟我握手 我完全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 我高兴地望着他们荣光焕发的脸 在四五个大学生陪着我回住处 整整一群人 里面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 她也是大学生 她把什么都翻译给我听 一直到我关上旅馆里 自己的房门时 我才真正是一个人独处 说实在话 那是12天以来 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处 因为在12天中 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 有人围住我 被热情的群众 用来护去 我开始脱衣服 把我的上衣放在一边 这是我发觉衣服里有沙沙的指伸 我把手伸进衣袋 拿出来是一封信 一封用法文写的信 但不是一封通过邮局寄给我的信 一定是有人在拥抱或拥挤的时候 悄悄塞进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一封写的非常巧妙 通情达理的信 他虽然不是一名白俄写的信 但他是对最近几年来 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 所表示的愤懑 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 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 请您不要忘记 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 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 您得记住 跟您交谈的那些人 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 对您讲 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 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 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 您的电话被窃听 每一步都有人监督 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 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 请您不要撕了他 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直楼里把碎片取走 再把他们拼起来 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 我曾深处诚挚的热情之中 在那同志士的气氛中 曾不止一次的 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 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由于我不懂俄语 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 更何况我在十四天里所看到 只不过是这个 忘不到头的帝国到非常小的一部分 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 我自己和迁就别人 那么我不得不承认 虽然我得到的印象 在某些细节上令人感动和鼓舞 但在客观上不会有什么用处 所以当其他 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后 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 热情的赞扬 或者激烈的否定 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 而且我以为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 因为三个月以后 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 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 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 我们那个时代 那种急风暴雨式的事情 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当我离开莫斯科时 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经空了 我把能给掉的东西都分送掉 他们送的东西 我只带回两副圣像 后来我把他们长期装饰在我的房间里 不过我给自己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 是和马克西姆·戈尔基的友谊 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见的 两年后 我和他在索伦陀再次重逢 他是由于健康受到威胁 而到那里去疗养的 我到他家做客 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我们那一次聚会本来就很不寻常 高尔基不会任何一种外语 我又不懂俄语 按照各种逻辑 我们必然是默默的相对而做 或者借助我们尊敬的朋友 玛利亚不得贝格男爵夫人的翻译才能得以交谈 可是高尔基真不愧为世界文学中一位最具天才的叙述家 叙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现 他在叙述时把自己置身于被叙述的事物之中 把自己变成为被叙述的对象 通过他脸上的各种表形 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 但却明白他的意思 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样子 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 他的面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人们看到这位身材瘦长 头发草黄 颧骨宽宽的人 很可能想到田里的农民 马车上的马车夫 小鞋匠 无人管教的流浪汉 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 是俄罗斯人圆形的集中表现 人们在大街上可能会漫不经心的从他身边走过 不会注意到他的特点 只有当你坐在他的对面和他开始叙述什么的时候 你才会认出他是谁 因为他无意之中就成了一个他所要描绘的人 今天我仍然记得 他是怎样描述一个他在游历中遇到的疲倦年迈的驼背人 在别人给我翻译之前 我就明白了 他很自然的把脑袋一搭了 双肩垂下 眼神阴郁倦怠 而他开始叙述时 蓝眼睛却是明亮有声 声音颤抖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 而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 他立刻就会放声大笑 他轻轻的向后倚靠着 额角闪烁着光 听他讲话正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 他讲述的时候一边用熟练的形象动作 描述于这有关的景色和人物 他身上的一切 无论是他的坐向和走路的姿态 还是他倾听别人讲话 十分高兴的时候 都显得朴实而又自然 有一次晚会上 他乔装一个贵族 腰间配着一把军刀 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极了 他眉毛飞扬 气欲轩昂 在房间里来回的夺着方部 好像正在考虑一套严峻的诏书 可是当他不一会儿 把化妆衣服脱去使 他又像的像一个农家少年那样淳朴 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个奇迹 他的肺坏了 可是他依然活着 这原是违背医学规律的 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 坚强的责任感是他继续活下去 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写体 著述他的长篇小书 回答他的祖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 向他提出的千百个问题 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 就好像见到了俄国 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 不是从前与今天的俄国 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厚 坚强深沉的心灵 在那些年月 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 他曾愿意改天换地 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 在当时他仍然犹豫着 是否要完全投靠党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 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 因为在那些年月 每个星期都有决定 而那些决定跟他这样的人 是不合拍的 在那些日子里 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 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 点心场面的见证人 那一场面为我揭开了 他的全部矛盾 一艘俄国战船在训练航行中 第一次使进纳布勒斯 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滴们 穿着漂亮的制服散步 穿过托莱多大街 他们睁大自己那对好奇的农民眼睛 对一切新鲜的东西看个没够 第二天 他们中有一群人决定到索伦陀来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 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 在他们俄罗斯人的同胞情谊的思想中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 李该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 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宅前 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 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 就把他们请了进去 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 那些青年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得非常严厉 对他们来说公事刚于一切 他们刚一踏进那座美丽舒适的别墅 就说到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你生活的简直像资产阶级 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呢 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的向他们解释 大家好 我是林雅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维格先生的《昨日的世界》第99条 不过基本上说来 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 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 他们无非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性命 接着他们毫无拘束的坐下来喝茶聊天 最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的和他拥抱 照高尔基的描述 那场面是非常动人的 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语的方式十分喜欢 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 他再重复说 我们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啊 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进无比 却从来不能把握自己 那天晚上 他一直兴高采烈 可是当我对他说 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 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 这是他猛的一阵 直登登的望着我 这您怎么知道的 说真的 一直到最后一刻中 我还在考虑 我是否应该把一切 书籍 纸张 手稿 统统撂下 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一起乘船去航行十四天 这样我也许就会知道 俄国是什么样子了 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书 流亡中的我们 还没有一个人做出过有意的贡献 不过戈尔基把他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之为流亡是不对的 他每天都可以回国 事实上他也回过过 他不像 梅列人 科夫斯基斯的 我在巴黎 遇见过这个悲剧性的奋事急俗者 书籍被禁止 本人被驱逐 他也不像今天的我们 按照 格里帕帕斯的美妙的说法 我们对两边来说 都是外国人和没有祖国 我们说的是他国的语言 无家可归 随风飘荡 一个真正的流亡者 不是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 我在以后几天里 在纳伯勒斯 拜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流亡者 他就是北内戴托克洛奇 他曾当了数十年的青年人的精神领袖 他曾作为参议员和部长 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 一直到他因反对法西斯主义 而和莫索里尼发生冲突 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 但这并不能使那些强硬派们满意 他们要限制他的反抗 必要时甚至要对他进行惩戒 那些大学生们也和过去大不一样 他们今天到处成了反动势力的极先锋 他们冲击他的住宅 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户玻璃 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睛 留着一小搓山羊胡子 外表更像一个愉快平民的爱胖人物 并没有被吓倒 他没有离开那个国家 尽管接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 他还是待在家中 躲在书籍的大墙后面 他继续以同样的观点办批评杂志 继续触摆他的著作 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样的高 一致根据莫索里尼的命令 建立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 在他面前也执行不下去 然而另一方面 他的学生和与他信念一致的同志 却完全被瓦解 对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一个外国人来说 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 因为当局清楚的知道 他在自己的堡垒里 即在他满是书籍的书房里 谈话是直言不讳的 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空气密封的房间里 他在四千万同胞当中 就像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一样 我觉得在一座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 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中 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当时还不知道 这种消灭一个人的思想的做法 比起以后加到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 还是要宽容的多 我不能不钦佩 这个已经年迈的老头 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 怎样清醒和旺盛的经历啊 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 恰恰是那种反抗斗争使一个人变年轻了 要是我继续当着一员 我在精神上也早已变得懒散和不坚定了 我就容易老了 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 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 自从我孤身一人和青年们不再围着我以来 我才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 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 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 不能摧毁一个人时 他们就会不断升级 就像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 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 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 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 莫索里尼 这要归咎于我不愿意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 即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 我也未遇见过国家领导人 如塞培尔、多尔夫斯、舒适尼克 这本来就是有意这么做 就我从朋友们 他们也是莫索里尼的朋友 那里获悉 莫索里尼是我的书 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 但是由于他曾主动的满足过 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 所以我本该亲自去向他道谢 事情是这样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 从巴黎寄来的快信 说一位意大利妇女 有钥匙要到萨尔茨堡看我 希望我马上接待她 第二天她就来了 她对我说的事 确实让我震惊 她的丈夫 一个穷人家庭出身的优秀医生 是由 马泰奥提出钱培养成才的 在马泰奥提那位 社会党的领导人 被法西斯分子残害杀害时 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 再一次对这种罪行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 她的这位忠实的朋友 是当时敢于在罗马的大街上 公开抬着被害者的灵鹫 出病的六名勇士之一 不久之后 她由于遭到刁难和威胁而流亡出走 但是马泰奥提家属的命运仍然使她感到不安 为了报答她的恩主 她想把马泰奥提的孩子 偷偷的从意大利送到国外 但她在干这件事的时候 落到了密探或者捣乱分子的特务手中 她被逮捕了 由于一提起马泰奥提就会使意大利人感到难堪 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她进行起诉 几乎不会对她构成太大的罪名 不过那位起诉人却巧妙地把她同另一件同时发生的企图用炸弹 杀死莫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 于是这位曾在占地获得过最高奖赏的一生 被判处十年重犯监禁 不言而喻 她的那位年轻夫人心急如焚 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可能活不到这十年 我一定得反对这个判决而做点什么 我一定得联合欧洲文学界的所有名人 大声疾呼地进行抗议 她请我予以帮助 立刻写信劝她不要搞什么抗议 据我所知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所有这类舆论绅士早已没有任何用处 我竭力向她解释 由于民族的尊元 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界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 在美国的萨克万字体案件中 来自欧洲的抗议完全是帮了道吗 我恳请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事来 她这样做只会使她的丈夫的处境变得更糟 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从外界给摩索里尼施加压力 她也绝不会做出减刑的安排 即便她想这样做也绝不能办到 但是我用非常诚恳的言词答应她 我将尽量设法 正巧我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 我在那里有一些能施加影响的好友 也许他们能悄悄的为她的丈夫说好话 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办这件事 但是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早已变得静弱寒蝉 我刚刚说出那医生的名字 每个人都立刻显出面有蓝色 都说自己没有办法 并且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我找了这一个又找了那一个 我回国时深感惭愧 也许那位不幸的女人以为我没有为她尽力了 不过我也却有一条路没有试一试 现在还剩下一种可能性 那是一条直截了当的路迹 给那个大权在握的人摩索里尼本人写信 我这样做了 我写了一封真正坦诚的信 给摩索里尼 我在信中写道 我不愿意在信的开头写许多工尾的话 我想开门见山的说 我不认识哪个医生 也许不知她的事件的详情 但是我见到过她的无一的是无辜的妻子 如果她的丈夫要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的话 那么这惩罚的枷锁不也是夹在她的身上吗 我绝不想指责判决本身 但我可以设想 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 而是送到某个允许妻儿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岛屿上 这对那个女人来说不迟是救命之举 我拿起这封写给贝尼托摩索里尼阁下的信 把她投进萨尔茨堡的普通信筒 四天之后 驻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给我来信说 摩索里尼阁下向我表示感谢 并说她已经满足我的愿望和准备缩短行期 同时有人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报 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叛已执行 摩索里尼用她的大笔一挥 亲自实现了我的请求 事实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 在我一生当中还没有一封信有像这封信似的 使我感到高兴很满足 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产生过作用 那么我就会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封信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 旅行是十分愉快的 不过回到家乡看看也很有意思 在那风平浪静之中发生了一些事很值得回味 那座拥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萨尔茨堡 正因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 我才选择它为自己的定居地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到了夏季 它不仅成了欧洲艺术家的大都会 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 在第一次大战后最艰苦的几年里 为了帮助那些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们摆脱困境 马克思 莱因哈特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的机场演出 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 举行的那次称之为每个人的露天演出 那些演出主要是为了吸引景宁地区的观众 后来他们又试着演出歌剧 而且越演越好 越演越完美 于是逐渐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最优秀的指挥家 歌唱家 演员 都怀着好胜心涌来 你便能有机会 不仅在自己有限的国内观众面前 而且也在国际观众面前愉快地献疫 大家好 我是林念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朗读 茨维哥先生的《昨日的世界》第100条 萨尔茨堡的各种艺术节 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处的人 仿佛成了新时代的艺术表演的奥林匹克 各个国家都竞相在这里 来展示他们最优秀的艺术成就 没有谁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 国王和王公们 美国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 音乐爱好者 艺术家 诗人 还有假冲内行的人 都在最近几年云集于萨尔茨堡 在长期不被人重视的小小奥地利的 这座小城市里 能这样成功地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与音乐人才汇翠一堂 这在欧洲是空前的 萨尔茨堡繁荣起来到了夏季 在城市的街道上 人们会不时遇到来自欧洲和美洲的人 他们到这里来寻求艺术的最高表演形式 他们穿着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 男人身穿白色亚马短裤和短上衣 妇女是一副阿尔卑斯山农服打扮 身穿颈胸折腰的衣裙 不起眼的萨尔茨堡 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服装的时尚 在旅馆里人们争着订房间 到演出大厅去的汽车道上 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就像从前去参加皇家公廷舞会的路上一样 火车站始终是人山人海 其他城市也曾试图吸引这股有钱可赚的人流 但没有一座城市成功 萨尔茨堡在那十年之内 一直是艺术朝败者 在欧洲的胜地 所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 一下子也等于生活在欧洲中心 又是命运满足了我的一个 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 我们在卡普奇纳山上的那幢房子 成了一所欧洲人的房子 谁没有到我们那里去做过课呢 我们的宾客登记簿 也许比我这纯粹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这本登记簿也和那所房子 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 落到了纳粹分子的手里 我们在那里都和谁度过美好的时刻呢 我们曾从阳台上 眺望眺望美丽静怡的景色 不知道就在对面的 Best-斯加登山上住着一个 要破坏这一切的人 罗马罗兰和托马斯曼 曾在我们那里住过 在作家中我们曾有好的接待过 在音乐家中我们接待过 拉维尔·拉维尔·利西亚德·斯特拉奥斯 阿尔宾·贝尔克 布鲁尔·布鲁尔·巴尔托克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 演员学者 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呢 每年夏天给我们带了多少 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啊 有一天阿尔托勒·托斯卡尼尼 登上了我们那陡峭的台阶 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这友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 后来有好几年时间 我是他排练时的最忠实的做上课 我曾不止一次的亲眼目睹 他为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无缺的境地而竭尽全力 那种艺术上的完善 在以后的公开音乐会上 既显得像是奇迹 而又觉得非常自然 我曾在一篇文中中描述过他排练式的情景 他的那些排练对梅路艺术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榜样 促使他们不达完美无瑕的境地绝不罢休 我深切体会到莎士比亚说得真好 音乐是心灵的痒痒 而且当我目睹各种艺术比赛时 我真庆幸我有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好运 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啊 艺术和令人陶醉的风景交相辉映 后来当我回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时候 我总是心情颓丧和抑郁不乐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我们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里冒着寒冷和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搏斗 这时我才感到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月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 那就是恢复了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虽然在那几年有许多著名的受人欢迎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 但是当我独身自处的时候 在我周围仿佛仍有一群高贵人物神秘的和我在一起 那就是在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名人移墨搜集本里 收藏着的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们的手记 我通过这种方法渐渐的把著名人物的踪影招来了 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 但在以后的岁月里 由于经验的积累办法越来越多 更主要的是热情越来越高 这种业余爱好 也就由单纯的一般收集变成有机联系的会员 我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一项真正的艺术工作 开始指出我像每一个新手一样 只追求把名字 名人们的名字搜集起来 后来才出于好奇心理 收集更多的手稿 作品的出稿或片段 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 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 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奥和最玄妙的大自然 不让人摸透造物的秘密 地球是怎么产生的 一朵小花是怎么产生的 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 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 大自然毫不留情的绝不迁就的在这里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 就连诗人自己 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 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 当一件作品突然变得非常成功时 那么就连那位艺术家本人也不再记得作品的起源和他的形成过程 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也说不清楚 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 词句是怎样变成诗行的 个别的单音是怎样变成千古流传的旋律的 对这种不可捉摸的创造过程 能提供少许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 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清笔手稿 尤其是那些图图改改 不准备拿去复印的未定出稿 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这些出稿中逐渐形成的 收集一切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这些底稿 这些反复修改的原稿 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 是我收集名人手记的第二阶段 也是更有意识的阶段 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 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 我也非常愿意花精力 到藏匿的最深的地方去寻求这些底稿 同时这也是一门科学 因为我除了收集名人手记之外 还收集全部有关写名人手记的第二首书 以及业已出版的手记本的全部目录 从数字上讲 我收集了四千多册有关书籍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 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私人藏书 因为即使是商人们也不会把那么多的时间和热情 倾注于一个专门学科 我甚至可以说 在那三四十年的搜集手记的时间里 我成了这一领域里的第一个权威 我知道每一页重要的手稿 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是谁收藏着 是怎样转到它的收藏者手中的 我成了一个真正的见听家 一眼就能变出真伪 在估价方面 我比大多数专业人员还要有经验 当然在文学方面或者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里 是我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 尽管如此 我在收集手稿方面的雄心仍然有增无减 仅仅是反映成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 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 已不能使我满足 单纯扩大收集量也已不再吸引我 而是不断的精选 我在最后十年的收集工作主要是这方面 比如说我最初曾满足于收集那些 能反映一位诗人或者一位音乐家 创作过程的手稿 那么我后来的努力方向 就渐渐的转到收集那些能表现一位艺术家 出于创作鼎盛时期 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 也就是说 我收集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所写的任何一首诗的手稿 而是他的最优美的诗篇之一的手稿 而且尽可能收集一首不朽诗篇的手稿 再用羽毛笔或铅笔把灵感第一次形成 世间的诗篇的最初时刻起一直流传到千古 我正是要从那些不朽之人移下的珍贵手稿中 收集他们为世界而创造的不朽之作 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 所以我的收集工作从来都是接连不断的 一旦我找到一页更重要更有特色的手稿 即一页更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手稿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那么我会把我收藏的任何一页 已不太符合我的那个最高要求的手稿 剔除掉卖掉或者交换掉 而且令人奇怪的是 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 因为除了我之外 只有极少的人具有这样的知识 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 同时又有这样的经验去收集这些重要的手稿 所以那些作品的最初手稿 或者属于创造性的人类最有永久意义的文件草稿 搜集到最后先是一皮包 然后是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的整整一箱子 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 手头没有那些早已失散了的收藏品的目录 所以我只能随便列举几件收藏品 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在那些收藏中有一张是达芬奇工作笔记的手稿 是他用向左倾斜的笔体书写的对素描的附著 有四页拿破仑用几乎不能辨认的字体写给他在黑洛里的士兵们的军令 那里有用大幅印刷指印的巴尔扎克的一整部小说 每一印章上都有上千处自己认为清楚的教改 说明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幸亏因为一所美国大学需要他的照片复印品 从而把它保存了下来 那里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显为人知的最初手稿 这部为他心爱的科西马瓦格纳尔写的手稿 在《悲剧的诞生》发表之前好久就写成了 在我的收藏中还有巴赫的一部《康塔塔·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的勇炭调》 和一首《韩德尔的勇炭调》 《韩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细时罕见的 我总是找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手稿 而且绝大部分都找到了 如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 肖邦的《巴尔卡罗纳》 舒波特的《千古流传》的《至音乐》 《海顿的《皇帝四重奏》中的《上帝保佑的不朽旋律》 在这些情况下我甚至能做到 从收集一件具有独创性的手稿开始 扩大到收集能概括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 于是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11岁时 志气未脱的手稿 而且还有他为哥德·子罗兰所做的歌曲手稿 这首不朽的歌是他歌曲艺术的标志 你许风已化作风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